这是青春玉女陈宝莲最经典的一部 加上日本女星大有理奈的联合出演 更是将该片的精彩 大家温故之心 故事发生在战乱年代 朱仲为了躲昏离家出走 行之一处偏 行不轨之事 老朱不得不出手相救 为了躲避 走 走开 妈妈两位呀 放置灯草旁边 随后见他坐于灯草之上 竟然变回了成人大小 原来 只要油灯不灭 法力也就会源源不断 于是自称灯草 正在闲聊 突然一道精雷 虾指一算 发现老朱竟然是世间少有的棋 于是叮嘱老朱不要乱跑 听到几声叫嘀嘀的闹声 顺着声音寻去 来到一个房间 却被墙上的一幅 偏偏起舞 五妹动人 老朱顿时被画中女子那种 另一边的大声 我根本不知道原谅你是女的 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洗澡 思思却不依不饶认为自己是 我让你摸 你摸 摸 在这儿乌汗 合上 但是约定时间只有12个小时 如果过了时辰 就永远回不来了 于是交给老朱一个法 一条隧道 老朱就看到了画中的女子 画中女子 随后追随女子来到一个房间 女子可能是跳舞太热了 直接退去外面 人都很善解了 担心女子太累 老朱还把女子抱到了床上 大战一触即发 此处省略30分钟 大战之后 女子对老朱说 原来她叫姨貌 虽然她们现在身处摸紧 但是看着楚楚可怜的阿貌 决定帮她脱离苦海 这个时候姥姥也发现了老朱